針對北宜直鐵的路線 鐵道局二十四號決定 以穿越翡翠水庫集水區 到頭城的新方案 來送交交通部審查 但是這也立刻引發了環保人士 和翡翠水庫管理局的質疑 批評這個決策草率 每逢假日 台北往宜蘭的雪山隧道 總線路塞車潮 為了舒緩車流 宜蘭縣政府跟中央 傾向計劃興建北宜直鐵 交通部原先提出兩個方案 方案一的路線 從台鐵南港站開始 直線往南 直接穿越翡翠水庫集水區 全長約三十六公里 經費預估四百七十六億元 自強號車程約三十七分鐘 方案二則是避開翡翠水庫集水區 車程預估四十七分鐘 全長五十三公里 預估經費五百五十三億元 周三鐵道局開會決定 以穿越翡翠水庫集水區的方案一 送交通部審查 提到據表示 車程可省五十分鐘的方案一 其實是跟現有的鐵路相比 如果跟方案二相比較 其實路選的方案一 車程只少了十分鐘 而周三參與會議的翡翠水庫管理局也強烈反對 至於過去兩次環評未過 為何鐵道局還質疑通過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憂心影響大台北用水 要求相關單位提出環評數據 我們不希望說你蓋一個蓋子 結果那個回稅水庫出問題 我去宜蘭你知道 繞那個九萬十八過來 我可以忍受 可是你只有一天不喝水 我就掠空 針對環境衝擊 鐵道局表示 未來會加強工程工法迴避斷層地帶 也尊重未來環評 並將提出完整說明 記者綜合報導